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被称为中国制造之城的深圳 这个小货站并不起眼 但对于这帮忙碌的年轻人来说 这批即将运往港口的货物 却代表了他们人生中的许多第一次 那个大的海运的货柜里面底下也没有架子 没有架子 那下货的时候怎么下 一箱一箱搬 对啊 他们前面都没架子 我们都没架子的 那用不了擦车 那在美国这个地方不得很 哇 我们经常就也没有啊 你现在要统计个准确的数目 然后那个够了我们再上 这个格外关注发货细节问题的小伙子 叫王建军 他正是这批货物的设计者 这是公司成立两年以来 第一次卖出这么大额的一批产品 我们这一次出的一柜货价值的话 是五六百万的样子 我们现在是送到盐田港 然后拉到美国那边 在深圳的盐田港码头 五六百万的货柜实在多不胜数 但对于王建军来说 这一柜货物堪称无价 这个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13年 中国三十位三十岁以下 年轻创业者的经验 第一次要小小的成就 这就是王建军发走的那批货物 十几个金属零件 加上一些简单的线路板 就能卖到将近120美元一盒 约合人民币800元 而且目前只销往欧美及韩国 这些看似简单的零件 需要的是发挥玩家的想象力 利用它们组合成不同的机器人 虽然和人们印象中的机器人形象完全不同 但是机器人的确是王建军创造的这些神奇构建的最初动力 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基本上确定我后面我想做机器人这个方向 因为我觉得机器人会在未来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产业 大学时的王建军已经有了创业的想法 而在他亲自动手做机器人的时候发现 自己遇到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 因为他们的机械标准不统一 很难连接起来 然后就是这些零件可能本身就 他们不够美观不够坚固 这些导致我没办法做出一些性能比较好的机器人 怎么做一套机械标准统一的机器人组装零件 大学时代的王建军一直没能解决 但他已经开始寻找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了 这个多少钱一个 所以我就想其实有必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他这个平台内的所有的机械零件 遵循统一的一个机械标准 那么每个零件之间可以很方便 很灵活的组装起来 大学毕业之后 为做机器人 王建军来到深圳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 飞行器专业出身的他需要在这里 弥补自己在电子知识方面的缺陷 但就是在这儿 他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深圳的华强北市场 这里是全世界技术宅和极客的集聚地 怀揣着机器人梦想的王建军 也希望在这里有所收获 一年的时间里 王建军几乎走遍了华强北的每一家店铺 尝试了自己所能找到的各种零件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这里并没有磨灭王建军机器人创业的梦想 他边学习不擅长的电子知识 边了解有关机器人的知识 直到有一天 他在自己工作的地方 有了个意外的收获 就是在那个厂房里面 我在一堆零件里面 就有无意中就看到一个那种条块的 就是一个就大概这么大小的一个旅行材的零件 上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槽 槽上面有一些那个那个纹路 这个让这个槽可以拧螺丝进去 这就意味着王建军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 把各个形状的机器人组装零件 灵活地连接起来 从而组装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我会不打算 我会不打算 成长的状态 我会不打算 一刀 我会不打算 你不打算 这就是这种人 那就是学习 请我说 是什么 我会不打算 那就是学习 你不打算 我可以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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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打算 我可以打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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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移动轨道车这样的机器人 它的核心不过就是这些金属零件和电子模块 但实际上从在工厂发现旅行材到研发出这样一套新型零件 这期间的过程并不简单 王建军创业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他发现的旅行材螺纹能不能成为零件间的一种连接方式 光是这一步他就花费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开始是做机械设计或者做这种硬件一般都是先需要去打样 现在我们在电脑上有一个设计的一个粗稿 然后出一个图子然后去找工厂去打样 有时候你为了验证某一个功能 就是中间需要调整很多次 就反复的设计反复的去打样 验证了旅行材上的螺纹 可以成为零件间的连接方式 就是要设计很多零件 需要什么形状的多大尺寸的 为了使新研究设计出的这些零件 可以和工业上常用零件方便结合更好的组装机器的人 又是几个月反复设计打样 不过当设计的零件模型出来后 王建军又遇到了更令他头疼的问题 按照零件模具生产的零件却和模具不一样 做出来的东西完全达不到你的效果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开始怀疑 这个到底是我自己设计的问题 还是说这个工厂的问题 是我选用的加工工艺 这个就这种工艺根本达不到呢 还是说就只是这家工厂达不到 在深圳这个制造业制成 硬件材料各式各样的大小加工厂 灵活便捷的供货链应有尽有 但是王建军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里由零件模具变成产品 却问题百出 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分析很多问题 然后要去找可能你找几家厂家 来同时来花钱开这个模具 然后最终才能选一家 验证了这家的那个生产的能力 王建军独自一个人开始创业 解决了零件间连接的难题 又遇到了各个零件设计多大标准的困惑 好不容易制作出模具 按照模具生产 产品与模具却不一致 他一点点地应对着各种困难 研发过程中不断地调试打样 也不断有钱投入 但这也是硬件创业的难点 非常烧钱 而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中国消费水平最高的四个城市之一 王建军连自己的吃饭都快成了问题 工作一年下来一点点积蓄 全部投到里边去 然后到后面就不够了 不够了就投资信用卡 这样子找各种渠道 就那个时候也特别的 确实很艰苦 这个无论是对于硬件创业 还是对于软件创业 或者是你任何想从事创业的人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就我现在遇到的困难是这样的 其他人可能遇到的困难是那个样子 你都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下 初期的设计创造 不仅仅是繁琐重复 还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所以王建军还选择在网络上 和有兴趣的人沟通交流 他在网上可能就找到相关这种资料 联系到我 我当时跟肖文鹏一个交通 他对这个方言挺感兴趣 30岁的肖文鹏 是北京创客空间的创始人 是国内较早研究一种新型电路的人 王建军找到了他 看看是否能实现机械和电子方面的合作 肖文鹏对于王建军鼓到的东西 很感兴趣 但对于王建军选用的开源电路 他觉得很好解决 那种方式的话 其实这种资料在网站上 还有就是包括我的 我当时有一个网站上的话 其实都有这些上面比较详细的介绍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那部分只要拿过来做一些机械的适配 其实就可以用了 和肖文鹏的认识交流 让自己的电子知识有所丰富 同时在交流过程中 肖文鹏还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说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些 这种比较正式的运作的这种形式 比如说注册啊 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 真实的一个产品的方式来推出 肖文鹏提出这个建议 主要是考虑到两人距离太远 没办法采用公司的实际运作 而对于王建军来说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近创业梦想的实现 还在大学的时候 王建军就想过创业 来到深圳一年后 他开始打造自己的机器人世界 肖文鹏提出注册公司的建议 这和王建军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在两人相识一段时间后 肖文鹏最终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 和王建军凑了十万元 成立了公司 王建军正式开启了他的创业之路 这个时候 他是公司里唯一的一名员工 对于王建军和肖文鹏来说 十万人的初期投入 为他们生产出了第一批机器人产品 但要把这些家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他们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在深圳 喜欢将想法变成现实的创客们 自发组织交流的地方 叫创客空间 为何更多人交流 王建军也加入到深圳一个有影响力的创客空间 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办公 然后每天基本上就一个人闷在那里 也不怎么没有太多机会跟外界交流 后来我在网上知道有柴火创客空间 王建军在创客氛围中一边完善自己的产品设计 一边寻找产品生产的加工厂和供应链 就在这时候 他的产品被来自美国的一家硬件孵化器公司派上了 那个孵化器的创始人到深圳去柴火创客空间去做一个宣传 然后那时候他就看到我在做的项目 后来他给我发邮件 就是说问我愿不愿意加入这个孵化器 硬件孵化器实际上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它是由风险投资者建立的投资平台 专门对他们看中的硬件产品和研发者提供初始创业基金 这家美国硬件孵化器 就是为每个硬件创业者提供两万三千美元的创业基金 同时提供办公环境和导师指导 111天后 创业者将设计创造的产品带到美国进行展览 为自己争取风险投资 这是公司成立以来第一次面向市场推广自己的产品 而且是世界顶级市场 当时的这家美国孵化器公司 在全世界只找了十个硬件创业者 王建军是十个团队中唯一的中国队员 产品尚未完善 就被这样看中 看来市场前景很好 可是111天后 在美国的展览会上 王建军设计的组装机器人的零件 没有得到一个投资商的投资 没有人投资自己的创作平台 难道自己创作的这个模块化机器人组装平台 不适合产品创业吗 虽然在孵化器没有拿到投资 但王建军没有放弃 他尝试着在一个面向美国机器人爱好者的网站上 销售自己设计的这些组装机器人的零件 每个月都能用一万美元左右的收入 可是这样做公司太慢了 为了让公司更高效的发展 王建军决定 把产品放到美国的众筹网站上 因为在这个时候我的产品还没有最终的设计定型 或者是还没有开始批量生产 那么在众筹的这个时候 与用户交流沟通有利于 这个项目发起者去把产品做得更好 然后的话也就补齐资金短缺的这个需求 众筹是一种大众援助的模式 在项目开始阶段 由于各方面资源不足 创业者可以把自己的项目发到互联网上 以预售的方式来募集资金 当时知道就上那个众筹网站是需要一些条件是很难满足 比如说他可能要求美国公民的这种身份的条件 但是是很难找到 最终在朋友的帮助下 王建军的机器人产品还是登上了众筹网站 让他没想到的是 机器人刚一上线就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他最初的计划是筹击三万美元 众筹结束时 他得到了18.6万美元的资金 在这段时间里 他还收集到了对他的机器人产品感兴趣的潜在客户的建议 这种与未来客户直接对话的模式 等于是为他提供了免费的客户咨询 2014年的夏天 王建军非常忙碌 在准备生产美国客户订货的同时 不断有投资商来到公司咨询考察 我们长时间的努力的方向 一个是把这个平台扩大 就我们现在可能是200多个HK用 那么未来的话 我们是希望做到非常多的这种机械零件 这种电动模块都非常丰富 他要追寻以前的想法 让这个组装机器人的零件平台 可以跟每一个人有想法 想搭建机器人的普通的使用 这个壁画机最大的优点 它就是不受条件的限制 可以在任何场面上绘画 因为它长得像一只爬在墙上的小蜘蛛 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泥层叫做绘画画的蜘蛛精 这是王建军在公司组织的一次创客马拉松比赛 在每个月月底 这样的比赛都在公司内部举行 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项目制作比赛 通过这种创客马拉松的形式 去让每个人冲锋发挥自己的创意 然后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创意变成现实 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有可能会为公司提供一些不错的产品发展的思路 一些项目经过一些改进 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销售的一个产品 王建军 这个百分之百的技术宅男 完全出于自己的爱好 制造了这些机器人 而这种原发的动力 还是让他最终走上了创业之路 一年前 王建军把公司命名为创客工厂 在他的世界里 创新才是他最为之着迷的思想和灵魂 而这种创新精神 也是如今中国最需要的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在过境以前 他以金人的速度生长 用残忍的方式杀人 让所到之处变成荒野 走进科学集中播出 无声的脚伤